好 无聊推广有机农业增加民众对有机农产品的认识 鼓励消费者选择健康又兼顾生态永续的农产品 以及行销东部精致并且独具风味的咖啡 台东县泰玛里农会在8月19号到8月20号 在铁花新聚落举办了有机以及友善咖啡季农产品的展销日 现场精选20摊有机以及友善的农产品 那么县长柔庆林也感谢农民的辛劳 邀请大家到铁花新聚落感受台东最纯净天然的农产魅力 博力四色的舞蹈表演为活动拉开序幕 为了推广有机农业增加民众对于有机产品的认识 以及行销东部精致且独具风味的咖啡 台东县泰玛里农会今天特别在铁花春举办 连续两天的有机及友善咖啡即农产品产销日 希望各位都支持我们有机的农友 友善有机的耕作 这样的耕作其实都没有办法 很大量然后也不一定都有长得这么好看 但是他们是健康的 所以希望大家也都今天能够都为自己健康 多买一些我们这里的产品 都是小农直销哦 县长赵青年表示 要向某某耕耘的农民朋友表达由衷的敬意及感谢 四年多来致力推行安全无督 且兼顾环境永续的有机农业 而台东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种植出来的咖啡品质更是优良媲美全国 且种植面积逐年提升 目前约152公顷 全国排名第三 全是全国咖啡售获量第一名的县市 太马里农会在昨天的我们咖啡评鉴里面是大获全胜 那所以说这个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太马里农会 这么积极的在辅导我们辖内的农友 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在现场其实还有非常多台东的有机有散的农产品 那希望大家今天就是除了咖啡之外 那也可以把我们其他有机有散的农产品 这些健康农产品都带回家 活动现场台东县农会也举办炸粮农民市集 有40摊农特产品 20摊杂粮与20摊有机及友善农产品 希望能够透过活动宣传台东的好咖啡以及有机农业 让更多人感受台东最纯净天然的农产魅力 记者杨子玄台东市报道